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大喇喇的向法官官说 而官说什么呢 希望法官在他退休之前不要确定这个判决 免得会领不到他七百万块钱的退休金 好 接下来谈谈国民党的家务事 朱立伦他豁出去了吗 他完全就不在乎马英九关爱的眼神了吗 他就自行参选这个党主席 那么大家等着看他怎么说明党产要怎么处理 他说呢 他怎么说呢 他说该归还的就归还 这什么意思啊 难道国民党的党产还有不该归还的吗 不是 提起来好像有一点点耳熟啊 好像和马英九说的差不多 马英九当党主席也五年多了 又还了些什么呢 难不成朱立伦真的是马英九2.0吗 好 在今天的节目 我们答应先来看的是 今年的十大恶人是谁 因为目前呢 已经进入了前16强的一对一 双人PK大战 那么这前16强就在昨天晚上的 11点59分票选截止 现在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的就是这个PK 让我们先带您回顾一下去年的十大恶人 各位还记不记得2013的恶人们 他们做了这么多的坏事 现在他们究竟状况如何呢 宅财神朱学恒 他制作了一支 这所谓十大恶人的入围 当中蛮多人 除了政治人物之外 有很多企业家 像是远雄的赵康松 是榜上有名 桃圆八德合一住宅弊案 晚间法官裁定赵腾雄三千万交保 但是限制出境住居 他们全台湾18家电路市关门 一人小S的老公徐亚军 还有公公徐庆祥 因为涉及胖大人母公司 基因国际内线交易案 今年年初遭到台北地监署起诉 后来发现是因为国际股价狂飙 这是因为这市场机制使然 因此全案也查无不法的理由 已经牵截了 让小S再次全身而退 从中处案的被告 沈威智 何江中 徐姓正 范佐县等人 陆陆续续走进桃园地院 停讯进入尾声 任车王死案激请了网友愤怒 同时号召民众7月20号上街头 来游行包围国防部 死因真相 成为体告顿最重要关键 同一企业在昨天 也向台南市卫生局通报了 所以他们6月初 向顶星进口了一批 5.7公吨的牛油 上个月底 统一爆出用到顶星 从越南进口的四孟油之后 更把责任全部推给了顶星 说事先根本不知道 顶星部分的椰子油 是来自于越南大幸福 就是争议好久 为这苗栗竹南大浦争地案 房子还是被拆了 之前现场刘正宏就坚持说一定要拆 没有想到停摆多月之后 新政府今天就趁着自救会北上陈情 大浦唱空城的时候 调动了大约600名警销 以及工程人员 强势来拆了房子 你看先前的大统黑心油案件 今天法院一审宣派说董事长高正丽 重派16年 高正丽期望能在二审翻牌 今天二审改派负责任高正丽 有时徒刑12年确定 桃石大宝公司呢 被并科 来千八百万订验 去年因为长火长根医院护理师 遭到桃园地方法院 依伤害和公然侮辱 两岁判处五个月图刑 得一颗罚金三十万元 但王康复上诉二审 马总罗满意度只剩一成多 虽然智库色彩偏绿 但这样的数字还是创下历史新低 科技厂商日月光位在高雄男子的工厂 被环保局查获把强酸性 并且含有重金属的废水 直接排入后进溪 导致下游将近一千公顷的农田 可能受到污染 今年再度击查之后 以水屋法最高金额 六十万人开罚 并且勒令停工 顶星期二连算 实案风暴引起全民愤怒 现在从官方到民间市 纷纷呼吁要抵制魏淳的实体 顶星前董事长魏英冲 尽管传出准备三亿交保金 但最后包括了魏英冲 长梅峰 还有陈茂家 杨正义等四人 裁定继续 要求护董事长兼总经理魏英交 知所尽佩 主动紧急 今晚会加游会主 应该入年是他啊 不是 来神朱学恒他在网路上举办十大恶人的票选活动 不过呢光是被列在这个榜上 刘正宏就已经很生气了 他说他又没有贪家王法 如果朱学恒两天内 说明的话 他一定要提告 罵朱学恒先生的 以及投他不是好人的 就占了九十三票 然后投他一种的 只有十下 诶学恒 诶学恒 是 十六强怎么选呢 十六强 必须要讲 这很多人觉得很遗憾 但是我在第一阶段联署的时候 竟然没过二十人联署 你早讲嘛 你早讲本节目会替你做宣传 你只要再投两票 就两位主持人各投票我就过了 但是后面我们是经过 九万三千多人投票 就四十九位联署 通过人里面 选出了十六强 接下来准备要开始 十六强的两两PK OK 好 我先请教一下 那两两要怎么配对 两两是随机抽出来的 所以接下来你们会有很多道德上的困扰 譬如说刘正宏跟蔡正元 你到底比较讨厌哪一个人 那天人交战 真的 好 那应该复选吧 没有复选 就是一对一 输了就淘汰 就进不了前十名 这样抗议了 好了我们先看 入围第十六名是谁 好 十六名 各位要担心他抽广告 因为统一从以前到现在连续好几年 每一年十安都中 而且最妙的就是他不但中十安 而且他永远都是受害者 他每次都说不好意思 不是我的错 我便要提告 他会抽广告 我不敢叫讲 我当下 但我的意思是 他永远都是受害者 就是不管怎么样 你没有这个够大的lab 然后你贪小便宜 进比较便宜原料 最后中了 你还是受害者 上次还有更妙 就是他还提告 提供原料给他的人 所以网友大概一个怒气爆发 就让他荣获目前的第十六名 叫他LPK 以上纯属朱学恒个人言论 要抽广告抽他的 你以后就不要让我去 7-11买东西 第十五名 那再来就是我们 2016年最有可能担任 这个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 这个吴敦毅 吴先生 那其实他今年 应该这样讲 整个2014年他还算低调 除了帮助人民争取到一个 在机场办护照的机会之外 那个还是为民服务 这么低调还入围 但是问题是他以前讲过很多东西嘛 譬如说他说发明无薪假的人 可以得诺贝尔奖 OK 那你说今年是不是又有人放无薪假的时候 就会想到他 不要那么记恨嘛 已经四隔九远了 怎么可以不记恨 而且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想吴敦毅 我每次都讲成白敦毅 对不起 吴敦毅 其实有的时候 他的嘴就是管不住 记者嘟个Mine到他面前 他就一定要讲 所以造成了大家对他的怒气 还是没有万怀 而且很重要的是 我觉得吴敦毅 今年应该算是国民党受害者之一 就整个129的投票 整个对国民党发现怒气 还不够 所以我们在129之后办的 今年的二人榜票选 他还是受到牵点 大家一想起他就想说 你之前是副主席 现在代主席 那我不如再投一票支持你一下 OK 那我们来看14名是谁 好了 14名呢 这个我们现在可以 大胆预言一件事情 就是爱国同心会 虽然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进入媒体的注目了 但是接下来恐怕 一定会进入 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话题 因为爱国同心会 以前是 我们可以说是极蓝的团体 但是现在某种程度 他现在拿的都是五星旗 而且你每次去101前面 你就会看到他们在那边 唱这个中共的国歌 摇五星旗 感觉在那边 已经开辟了一个占领区 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区 而且过去一段时间 有很长的机会 你会看到 他会打路人 网友有路到 就有人经过说 你们这样摇五星旗不好 被打 然后对面还有他们 一直抗争的法轮功 双方也时时会起通途 所以柯P在当选之前 其实有网友特别跟他提到一件事情 说爱国同心会三天两头 在101前面打人 你接下来怎么处理 柯P有答应 他说信义分局的局长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把他调走 现在还剩几天柯P就要上任了 101前面爱国同心会 还是每天在那边办运动会 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办 我想大家都在等着看 所以柯P说要把他消灭 他说要解决 我们不敢讲说柯P要消灭他 他说要解决 不然信义分局长就要想办法 把他当成肖波块吗 好 再来13名 好了 那但是去年一整年 除了这个 有给这个世界带来新生命之外 其实也还蛮低调的烧钱专家 林义士这时候又出来了 我坦白讲 我必须要说 2014年林义士真的很低调 就他除了一直出庭之外 没有做什么事情 但同样的 这又是国民党受害者 因为今年国民党被痛载之外 表示民众的愤怒之气 累积如潮水一般 还没有用完 所以这个我刚刚有跟大家稍稍提醒一下 就如果您现在还在国民党的话 要小心 因为显然1.29的愤怒还没有宣切完 那国务委员就 您要想办法好好治疗一下 节目结束之前还有机会宣示 把这个党政撕掉 给你机会 这个 我觉得你们网友也太坏了 完全不给人重新做人的机会 真生人我们有给很多机会啊 但是请问林医师有给大家机会吗 就是其实应该这样讲啊 林医师的问题是 他今年有另外一个让你恨得牙痒痒 就是你没收他那个钱又吐回去给他 1600多万 那请问你这辈子有多少时间可以赚1600多万 所以也不要怪网友不给他机会是他不给国家机会 那我要现场提名那个裁判让他吐回这个钱的法官 但是这个法官大概也不太确定是谁啊 所以 好我们到第12名 好了12名呢就是 就是这个由于判断植物跟水果出了一个差错的这个邱毅啊 那邱毅基本上今年其实他有很多事情出来 就是他这是一言以为天下法 就不停的有新新闻出来 包含了他告九把刀啦 包含了这个太阳花跟香蕉的事情啊 所以这个对网友来讲 他的存在感一直很高 OK 指花为交应该是笨的问题 应该是十大笨人吧 我们没有十大笨 这个邱毅员绝对很聪明啊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啊 那天可能一时间误差 他就把太阳花看成了香蕉 那所以我相信 我跟你讲啊 那一阵子香蕉的价格大幅上升 胶农搞不好也要感谢他 所以不是十大二人 也不是 所以但是网友基本上不太喜欢你把太阳花看成香蕉 那这个所以他今年就12名 好啦委屈了 委屈你啊 所以那第11名 那这个就是我们去年同样榜上有名 今年是二连霸应该算第二集的刘正宏 那刘正宏主要的麻烦地点就是这个人从来不松口 也就是你从来听不到他跟人家道歉 或者说我强拆有什么问题 搞到我坦白讲一下 这个我们不能说他是国民党受害者 国民党是他的受害者 就他去年一整年跟今年瞎搞搞到大家觉得 你真是国民党施政的一个关键代表者之一 所以大家对刘正宏怒气 很多时候你不能去苗栗投票嘛 那就在别的地方发泄在国民党身上 所以国民党今年我想朱立伦选主席之后 他可能好好思考一下林毅士跟刘正宏 他到底要怎么处理 党中央到底对这些在地方这个 这样子表现 然后被人家丢鞋子 大家都很高兴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党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些 怎么处理 组阁啊 一个院长一个副院长 组阁你把它收进去是不是 对 不能够再也不能够更坏啊 感觉就是嫌国民党票太多啊 好我们可以看看刚刚这些一时俊艳 都还是排到11名 那前10名不得了啦 是什么样的伟大的人物 我们来看第10名 嘿 这个第10名呢 就是让我的生命感觉 今年又要再被告的一位 坦白讲郭董在今年5月之前 对 形象都很正面 这样子 因为今年你看看 是谁挟着关东的威名 把学院给铺了一个下台阶 太阳花就这么安安全全的离开了立法院 对 行善机的造桥铺路 然后今年又有很多媒体报导啊 这个努力做人 和乐融融给台湾带来很 提高了我们的出生率 其实很棒的 但坏就坏在 坏就坏在他今年很认真的助选 而且今年助选的时候 每一个地方都讲说 今年要选上谁谁谁啊 我们才会再进行一个投资 那确实我想郭董可能 他对自己估计也算是正确啦 就是他确实找出了很多经济选民 但问题是这些经济选民很穷 他很穷他就怪在你身上 那不像以前以为说 我们鼓励经济选民那一定是中南阶级 但台湾中南阶级都快死光了 就剩下一群很恶的人 所以这群很恶的人 一出来就想说好 你家里很有钱 你过很愉快 你还威胁我 于是郭董今年呢 所有助选的全没打 全都没上 我要替他讲话 他提升地方经济啊 人家拿那么多钱要去投资地方 等等 他没有说没选上要不要投资哦 那没有关系 至少他有一半的机会会投资嘛 那你一半的机会 问题现在变零了啊 如果他在投资台中 那国动委员可能就会原谅他 对不对 但万一没投资 你看国动委员就露出很生气的样子 对好来接下来第九名 第九同样也让我生命陷入了危险当中 有投资 显然这个原因不是因为网友很讨厌 之旺旺先辈的关系啊 那原因是因为 这位富商巨股辖下的媒体啊 在过去几年的期间呢 其实跟包含了网友 包含了年轻人 基本上也是对着做啊 那我们之前还有一位这个 这个我想评论员圈的前辈啊 这个最近生涯遭到了一点 以小小的这个延迟和这个辛苦 据说房贷缴不出来 那也是在他底下的媒体任职啊 我想投给他主要的一个原因啊 显然不是因为零食不好吃 而是因为你辖下的媒体呢 有特定的立场跟网友 或是目前大部分民众的立场 是相违背的 所以大家把怒气 就直接投到老板身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我大概最近有很大一个机会 没有办法去几家电视台上节目啦 好 讲到电视台 我觉得我要感谢他 真的啊 因为他辖下的电视台 观点独特 所以可以使我们 在同个时段当中收视长虹 就被他骗高了是不是 谢谢 好 我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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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